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哇 下了很大雪 我們竟然可以在今年回香港之前再一次踏雪 應該是2023年今季雪季最後一次踏雪 因為我們回香港一個多月 回到來應該不會再下雪了 好 今天我們和大家看什麼呢 就是我們這一站由Brandwood 完了 就來到Metro Town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Metro Town周邊的樓盤update 和一個新盤update Metro Town其實都很大 主要現在說新樓盤或者現有condo物集的區域 都是分兩大部份的 一個就是圍繞著Metro Town的商場 我們之前和大家有分享過那邊的Sun Towers那些area 就是走兩步就到Metro Town的站 可以去到那裡禮精 另外就是一個比較安靜一點 沒有那麼商業區的範圍 就是一站資格的Patterson 我們今天就先由Patterson開始 這邊都是樓盤聚集地 我們今天會去Polygon 這個項目叫Perla 發展商是Polygon 它是一個即將推出的新盤發售 它的位置就會在Patterson Skytrain站 大家這個位置都很熟悉的位置 因為它不單是Perla一個樓盤 之前在2021年 當時買Concord Metro Town的時候 還有一座樓就是Central Park House By Bosa 這座樓其實已經全部買光了 它亦發售得比較早 2021年 所以大家看到它現在的工程進度也挺良好的 已經是起上來 跟隱形圖 那間洞已經挖好了 一直都是這樣起上去 那個方向就是Station Square Metro Town的方向 那邊是向東的 回到這邊 除了Central Park House的樓盤之外 我們之前還跟大家分享過的就是Nouveau Nouveau就是Anthome 它是直接在前面對正Skytrain站 大家看到有一個紅色的天秤這個位置就是Nouveau的樓盤 這個是去年發售的 所以它的進度各方面一定會是慢的 Central Park House 現在就滑了一個洞 有一個天秤開始起 那我們就基本上是這 嘩好深 我們基本上就是這兩座樓的後一排 Skytrain就在前面 大家看到Perla這個尺寸 它距離Skytrain剛好就隔了一些類似Town House 或者矮Condo之類的物業 所以不是直接向Skytrain 就相對沒有那麼吵 Skytrain站後面的樹 現在鋪了一些冬日的景致 那裡已經是Central Park 所以這座樓的建築 望西望南的位置會是最美的 一來沒有遮擋 就是有Central Park View 二來前面的這個房子都是很新的 不會那麼快有改建的空間 那座高層都應該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它最大面對Journal有機會再建築的Block 它的景致就是這邊 這一座建築 以及後面這裡 這兩個位置 其他的Existing Building 大家已經看到將來會建築 以及這個建築也會的 即是Bosa和Nufo中間這個Lock 都會有改建空間 好 大概我們這邊的街景分享和搭雪之旅就是這樣 現在再跟大家去看看其他東西 以及我們會去Perler瘦樓柱 跟大家分享一下樓盤的資訊 我們現在就看看這個建築模式 方向的位置也是 這樣斜角閘過去是向北的 這座樓的設計或樓的外形 跟我們以往看開很多樓盤有些不同 之前很多都是四四方方一座樓的中間幾個單位 然後幾個角落 這個就有些像餅乾一樣 長條形span 即是你側面看下去 你會覺得它薄一點和長一點 它也不算是太多單位 它一層大約十個單位左右 整棟樓就三百多個單位 總共樓高就去到39層 38樓就是Pent House Unit 然後39樓就是Pent House的樓上 會再有一個讓大家可以上去 像Sky Lounge那樣的回所設施 待會我會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裡面有些什麼 我們看看那座樓的座向 我們看了這座樓之後 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除了這座樓之外 同時也根據政府的要求 Polygon在這座樓的旁邊 還有一個六層高的Low Rise Polygon在這座樓上會建成Rental 這個將來會有另一間公司 去管理這些出租的單位 這兩座樓之間 share就會share同一個parking ramp 即是大家入車的話 在Lingway 這邊是O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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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後面的Lingway 就入車 大家share同一個ramp 但到下面的停車場 就分開兩座樓各自 Polygon整座樓都是residential 不會有必須要出租的單位 在建築裡面 剛剛說了 除了上面的skyline之外 去到Lobby level 這邊也有會所 這裡有些好像park area 即是有些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 出來走動的草地 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做一些健身會所 也挺大的 然後這邊一直走過來 Olive Avenue 就有一個建築的entrance 這裡進去也有一個大的lounge 它主要是相類似的樓層 分為兩大啟 一個是6樓至23樓 一個是24樓至37樓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plan很簡單 左邊這四個 或者看方向 這邊向西邊 這裡是北、西、南 這裡四個都是兩房 這些兩房單位 大概都是802呎 828呎 然後870呎 還有850呎 這兩房單位 如果要看望的 就買回向南 不需要看望 想便宜一點 靚仔一點價錢 就買回向北 然後中間這幾個A 又是有向北和向南的 就是一房單位 它沒有做一些極小的 極小的 就是很正常的 計劃都很簡單 很靚仔的 530多呎 例如這個向北的話 進來沒有浪費位 廚房、客廳 中間是飯廳 沒有岸 然後進去就是 cheater bathroom 這個洗手間 加上旁邊是Wash Air Dry 冷氣 然後睡房 兩邊衣櫃 即是很實用 500多呎 向北和向南都是很類似的 一個flip 這些一樣 然後剛剛說的特色積 就是C這個積 它除了850多至60多呎 的單位面積 它除了兩間睡房之外 它再加了一個Junior bedroom 這個Junior bedroom的特色 它就是有窗 因為之前有分享過其他樓盤 很多時這些Junior bedroom 可能是沒有窗 大一點 有衣櫃但沒有窗 這個就可以有一個窗 然後也看它的長度 可以放到單人床 不過就沒有衣� 這個每一層都有兩個 向北向南 另外它也有另外的房間 這是一個大的walk-in closet 而它廚房客廳空間 都挺帥氣的 因為是C corner 有三邊的C corner 所以你看出去 不同的景觀都比較漂亮 至於它廚房的設計 這些大的兩房單位 或者三房單位 它全部都有Island 剛才你去到剛才的B Plant 都是有Island 跟我們待會進去 看示範單位很類似 這個就是主層6至23樓的弧形圖 如果我們上到24至37樓 是大同小異 唯一不同了 就是一房都沒有了 上到全部都是兩房 或者Junior 3 它多了這兩隻真真正正的特色單位 它就是有大露台 大家很明顯看到 它單位的面積是800多呎 露台基本上等於一個廳 客廳、客飯廳、廚房那麼大 這就是它的特色單位 一樣向北、向南都有 它主要是想給一些可能下廳 或者需要很大的生活空間 但不需要很多房間的朋友 兩邊的房間分得超開 你有廚房在裡面 有正式的飯廳位 還有客廳位 然後這邊兩邊就好像兩個套房 有一個大的walk-in closet 這隻側的話 也挺吸引的 尤其是想有大的生活空間的朋友 然後還有三房 如果真的需要三間房 都可以放到雙人床 有窗的 就會很難去買到 因為它只有幾個 二、三、四、五 四個 E-Plan 那就是真山房單位 有需要的朋友就要盡早說了 今次主要會有三種顏色選擇 一隻叫ergray 就是大地 以灰色為主式 有些木色的地板 然後有一種中性的顏色 叫chai latte 就是一些暖色的顏色 白色 以淺白白灰色 就是配木色為主 接著是white coca 這隻顏色更加light 就是以白色和淺灰色為主 我們現在先看這個 類似D-Plan的兩房單位 但它沒有做足整個單位 主要是做了廚房、客飯廳和一間套房的一個空間 現在這隻是ergray的黑色 主要是以灰色為主 尤其是廚櫃、back splash和櫃面 但地板是light wood color 這隻是米米地 我們看看 其實Polygon 今次perla這個項目 基本上兩房以上都會用30吋的爐頭、雪櫃 一房就會小一點24吋 我們由雪櫃開始看電影 30吋雪櫃 他們今次的電器package 就是選了Foggan Milano 這陣子好像很多都是Foggan Milano 感覺上 下面是冰櫃 然後上面還有儲物空間 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裡面有很多層板 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裡一直都是 好 它的Back splash 就是選了Back splash 和櫃面是同一個系列的quads 這顏色是灰色 裡面有些深色的圖片 也挺均勻的 就不是那些大石紋 炒油煙機就是這邊拉出來形式的炒油煙機 上面也有風管位置 另外D-Plan的特色是它有窗 所以你在這裡洗手的時候 洗手洗菜的時候有些東西可以看看 然後下面看看 除了上面的儲物空間 它也做多了櫃桶 所以這邊也有櫃桶 轉角位的空間就是一個內置式的轉盤 不能拉出來的 不過在裡面轉 然後 焗爐、爐頭全部是Folga Milano 上面是Gas爐頭 這個單位或者Perla 它是有冷氣、有暖氣的 冷暖氣、Gas、熱水 都包在管理費裡面 管理費現在還未確認 但估計都是5.6-5.5左右 之後有更新的資料 我會放回上網站 carriequite.com.perla 下面是焗爐 這些都是Folga Milano 然後這邊桌面下面 就是各種各樣的儲物空間 然後這裡也是 這個是洗碗碟機 一樣都是Folga Milano 兩房單位 基本上都是很類似的 一個L型的廚房 然後再加一個Island 這個中島主要是有很多儲物空間 全部都是大桂桶 兩格小的、一格大的 給大家儲物 微波爐下面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這裡可以再坐一兩個人 這裡可以坐兩個人 目測應該坐到四個人左右 有一個乾淨的檯面空間 上面沒有水、爐 然後有沒有電鍵 我先看看 這邊 這邊有電鍵 電鍵就是這邊一個 那邊未見到 一個電鍵 一個電鍵空間 這就是大部分 我們剛剛看的 不同的兩房積都是類似的 一房就沒有Island 我們繼續看客廳空間 這個是Living Room Area 9呎樓底 廚房有drop down ceiling 8呎樓 但到客飯廳位置 已經是9呎樓底 這個儲物空間 沒有做出來 但其實這個計劃 大概在這個位置 可以開門出去露台 今次Polygon的設計 不同單位有不同的露台 有些是出去一個仔 有些是wrap around 有些是超大露台 推出去 高層一些 大一些的兩房 他這次沒有做第二房間 直接做了一個主人房套房 即是這隻織的設計 給大家看 目測他的空間感都可以 起碼床位 隔壁的座位位置都比較寬 比較寬敞 這樣走來走去 這張應該是Queen Size床 然後也有大的窗 開窗在下面 昨天下了很大事 我們現在準備飛到香港 所以我們臨急臨忙 再來拍片的時候 天氣突然之間 昨天晚上也不下很大雪 一早起床很高 所以今天走出來 是一個冬日的世界 這裏應該是裏面範圍 有些植物 你現在蓋上了 甚麼都看不到 旁邊有停車場 現在人們很勤勵地搶雪 街上大家也看到 還未足夠時間 不過今天天氣很好 很英俊 我們看完這個房間之後 還有就是 剛剛的廚房 有Potlight 到時膠樓標準是有的 但房間和客廳的Potlight 沒有的 到時候房間和客廳會怎樣 大家看到有個波子 到時它會讓你安裝這些 在客廳和房間各有一個 這個職位有一個walk-in closet 大家看到這麼漂亮的櫃 是不是一定覺得它是Display 就不是 已經問過了 它是Item included 所以如果大家買Parla的話 它的主人房的衣櫃 真的會是這樣的 當然社會有機會有點不同 但都會是這種顏色的衣櫃 有LED燈條 這邊可以關門 但第二層就沒有了 就是一個普通的白色Rack 我這邊進來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間空間 繼續是這隻顏色 Ear Grey 所以比較深色一點 有些 evening dark feeling 這個洗手間的特色 第一就是全部是鋪磚 由這面牆開始 去到洗手間Shower 到這邊 全部都是Tiles 這隻磚 和地下磚 基本上是一樣 好像一體成型 然後洗手間空間 就是圓浮式的 有兩格的櫃桶 它的櫃底也是有燈的 然後這邊整個 這座是兩個Medicine cabinet 按開的 這個是不是 這個不是 我講錯了 不好意思 Medicine cabinet 在這邊這一塊 然後是可以按出來的 這一塊是fix了的鏡 鏡子的上面 以及這個櫃的下面 都有Lighting 這裡還有一個空間 讓你放一些矮小的東西 或者放一些Display 這個有水盆 這個是這樣 這個是座廁 然後它的shower stove 它就是做纖維底座 然後再加上一個鋪磚 可以坐到的位置 方便大家放東西 還有坐 這個是一個ring hat 這個就是 哇 好刺激 這個是一個ring hat 還有一個可以拿下來的花灑頭 也可以調校高度 這個是主人房 它的shower room 設計 我們現在看的另外一隻 就是chai latte的顏色 它的地板顏色 跟剛才的深色的ergray 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只不過是廚櫃 和backsplash 和tanta top的顏色 就不同了 它全都是這些 木木灰灰的設計 然後上下櫃也是 然後桌面 這次是clean 基本上是白色的quark set 然後再配一些深色 小小小很大很幼的紋路 也是一樣的 台面和backsplash 也是一樣的 這個也是一樣 有一個窗 做在這裡 這個是廚房 洗手間的話 因為它這次是一個light的color 就沒有動了 剛才那種很dark 回到房間睡覺的感覺 它的tiles 但這個tiles 都挺細緻的 它是有少少暖色的淺灰 加米白的組合 所以看上去都挺舒適的 然後這邊的櫃 這些alignment 都變成了咖啡色 tiles都是白色為主 這邊的坐的位置也是 這個就是chai latte的color 也挺舒服的 chai color 最近很流行 現在這個時代什麼都說智能 首先就是它終於可以keyless 之前也不是很多樓本 記得Perconcord Metro Town 可以keyless 它這次也有 這次的keyless 我簡直展示給你看 你會有一個 香港應該很流行的 這些物碼鎖 這邊是剛開始流行起來的產物 直接每一個單位都安裝了給你 你就不用整個一串二串鎖匙 其實開鎖匙也很辛苦 有些樓盤的鎖匙做得不好 我覺得帶鎖匙更辛苦 是嗎 有些開鎖匙就很辛苦 有做到的手 按一按門再開 有些就是你經常帶著鎖匙 拿著一袋二袋 keyless這些密碼最好 香港還流行指紋 不知道這什麼時候有指紋鎖匙 這個有沒有 這個沒有 希望有一天我們快點有智能 帶鎖匙已經很好 是嗎 對 因為這邊的鎖匙 有Strada管理 管理比香港嚴重很多 很多時候都不可以鎖匙 鎖匙 不可以鎖匙 大家要一起吃 所以有這個便很方便 除此之外 而且你還會有一個InSuite的Wall Pad 即是大家會安裝在你的單位裡面 它的功用就是好像Alarm System 它可以聯絡 可以打給Concierge 你可以好像Alarm這樣設定 你是Awaiting Stay 你也可以看到鏡頭 可以看到那個Visitor是誰 有CCTV 可以控制溫度 例如Ctrl 4 如果你將來連接燈 你可以控制溫度 而且它的Smart Home設定 是配合Telus 不是隨便 連回自己做的 到時候大家很容易 買Telus的Plan 或者自己用Telus的Service 就很容易可以用到 他剛才跟我說 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建築 在BC省 是跟Telus的Plan 做這件事 我這個也很重要 就是有包裹 他們可以Smart Home 幫你放在某一個箱裡拿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個也是一個特色 我再詳細一下 它的價錢 和下一步是怎樣做的 現在發展商給我一個初步的價位 我們首先由最小的單位 開始講起 一房單位 即A-Plan 九樓以下 沒有車位的價錢 大約是60萬 65萬 66萬 真的要買車位都可以 加多幾萬元 暫時未定到車位 正確多少錢 九樓以上的一房單位 都會有車位送來 價錢會貴幾萬 是68至69萬 這些都是九樓十樓 和向北樓層 如果大家喜歡的 再高樓層十幾二十幾樓 或者想買一些向南 有View寶值的戶型 價錢上面 就要加70頭 左右 好了 講完一房 講兩房 其實我講的現在所有的價位 都會是向北 便宜一點 大家要買向南 就自動在上面 加多3-5萬 兩房單位 大約是90頭 開始 兩房是最小的 例如八百頭的單位 當兩房單位 越來越大 八百五十幾尺 八百八十幾尺 這個價錢 都會再高一點 可能接近一百萬 然後剛剛講的 兩房加書房 Junior 3 C plan 有沒有記錯的話 有個 guest room 有窗 但沒有衣� 可以放單人床 它的定價 差不多是95萬 左右 這個價錢 都是流程最低 以及向北 然後三房 有四個三房 二、三、四、五 基本上就是一百三十萬頭 開始 只有四個單位 Penhouse 是出了Plan 但沒有價錢 這個已經上載了 我的網頁 Carrify.com slash Perla 上面會有所有資料 如果有更新的話 我都會放在櫃 上面方便大家看 如果你對這個項目 是很有興趣 想約過來看 或者想和Carrie 討論一下 應該買哪個單位 下一步怎麼做 都歡迎你在網站上 登記一下 會盡快聯絡你